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民心动影音记录资料库还有灿烂时光节目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晚上的10点在中正大学今生今世广播电台的无线网播里面的FM88.1你可以收听得到 到了这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我们会直播 直播之后会跟公民心动影音记录资料库还有灿烂时光的网站来进行合作 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主题我想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它可能是一个在台湾的教育史上一个非常严重的丑闻 而这个丑闻事实上已经造成非常多的人的不管是在心灵或者在身体上面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个议题其实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沉默台湾某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 虽然出了这本书我们也知道这本书背后的非常重要的推动者《人本教育基金会》也在很多的地方在推广在演讲 可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恐怕你在媒体上面或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这个非常沉重的议题 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 乔兰你好 嗨 关老师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这个《人本》跟陈昭炉来出了这本书 就是《沉默台湾某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 我想看这本书很多人应该都会非常非常难过 不过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民众未必会了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件什么事吗 好 我们基金会长期处理很多校园的申诉案件 那我们大概在2006年就曾经处理一个南部特教学校里头 它发生就是有学弟性侵学姐的一个案子 那那时候学姐的妈妈来找我们请我们帮忙 那当时妈妈为什么会特别来找我们呢 是因为当她发现她的小孩被学弟性侵害的时候 她曾经去找过校长跟学校觉得应该要处理这个问题 包括整个整体学校的环境安全问题 以及就是还有就是是不是应该提供给孩子相当的性教育 以及小孩可以自我保护的部分 但是学校的态度反应呢 他们不但没有依照我们国家已经有一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定 没有依照那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定 要组一个调查小组来调查这个事件 不但没有那个校长还跟妈妈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已经可以让你的女儿可以嫁给这个学弟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处理 对 她觉得既然你们发生这个事情 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已经处理好咯 那这可能是对女儿最好的出入了 那妈妈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的 这思想怎么这么落伍 而且我的小孩经常受害者 那这个学弟从某个角度看 他虽然是一个性侵学姐的人 可是一个未成年者做这样的事情 想必他有需要被帮忙的地方 也就是学校他们的态度跟反应从来没有觉得我应该要协助这件事 那我们当时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跟妈妈讨论 就是除了那个学弟他其实也已经被提起公诉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觉得学校应该要负相当责任 所以当时跟妈妈一起就提起了国家赔偿的诉讼 这是在2006年的时候 这是2006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发生的状况是 当这个女儿 就是这个学姐 她在被学弟性侵之后 她曾经写过联络簿 跟老师求救 就是跟老师说 她被学弟 就是学弟找我求爱 我不要 如果可以的话 我要法律 也就是小孩有跟老师提过说 他被学弟性侵了 他需要帮忙 但是这个联络簿一写上给老师之后 那老师就再也没有在联络簿上签过名 也就是说 联络簿上我们可以看到 学生已经去向老师求救了 但老师并没有进一步动作来协助这个小孩 那当然学校有相当的责任 也就是当大人知道小孩被侵害的时候 应该要进一步协助 但他假装没有看到 所以那个时候国家赔偿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格就提出来学校的环境有问题 就是厕所没有求助理 另外一个就是 学生写过的联络簿 甚至后来还写了纸条 跟老师求救 有得到老师的帮忙 显示教育有问题 那这个案是我们处理这学校的第一件 身对身的性侵案 那时候我觉得是个个别案件 可是到2010年的时候 学校的家长会长 带一些家长来找我们 因为家长会长知道说 学校目前至少有六件 身对身的性骚扰 六件 六件 当时那个学校是三百四十几个人 还是三百七十几个人 当时我们听到就六件 那我们的南部办公室主任张萍 他知道之后 他就立刻去找校长沟通 这时候我已经换另外一个校长了 就是跟2006年校长不同一个 那我们跟校长在谈的过程当中 那校长就说 我还要召开那个调查小组吗 我现在召开性评会吗 我不是找他们来谈一谈和解的就好吗 也就是校长完全没有意识到 搞不清楚状况 对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说 我们通常一件就要慎重处理 而且需要进行全校的教育了 对不对 可是这六件很多嘛 应该保识不止一个环节出问题 很多环节都出问题 你如果希望真正可以预防跟杜绝 你就要提供更积极的教育 或更积极的做法跟措施 然后那个时候张萍印象很深刻 他说那校长还从抽屉拿出另外的说 不止六件 总共有八件他手上 我会想哇天哪 你怎么这么多 当然要进行处理啊 所以我们经过好多次协调 终于要求学校成立调查小组 然后成立调查小组之后 一调查下来就非常的惊人 就是这个案件整个到2011年的时候 整个案件调查出来是至少128件 300多人的学校128件 大家听到都非常的惊人啊 那这128件当中从小学国中高中都有 那128件里头当时这个所谓的128件是2011年的调查报告的啦 后来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更多件 总共164件 那这个128件里头有所谓的38个受害者 所谓38个加害者 就是总共70例的学生在这个牵扯在这128个案件当中 但是那38个所谓的加害者里头 有12个曾经在他小时候 也同时是一个受害者 也就是这绝对不会只是学生个别的问题或个别的不足 这是一个整个环境整个体制出问题了 那我们当然对于这个数字感到非常的 就是其实老实讲 那个时候我每天听他们说又有新案件又有新案件 心里面都好难相信 就是我们虽然处理很多校园的案件 但是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讲冲击仍然非常大 就是一个学校怎么能够发生这么多件 而老师仍然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的样子 仿佛这个事情不存在的样子 怎么会这样 这是很大的冲击 我非常不解的地方 就是一件两件或者它是一个偶发事件 但是你说六件到了上百件的这种状况 有这么多的学生涉及在里头 学校完全没有任何的警觉吗 这就很有趣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再更深入研究的 因为这里头牵扯到整个原有的教育体制的 对学生的思考 以及对他们面对性的时候 尤其是学生跟学生之间发生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现在只能够去猜测可能怎么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学姐跟学弟的那个案件 就2006那个案件 当时学姐她曾经只条递过之后没有用 她就有去找老师 跟老师 她有直接跟老师讲 但老师说老师帮你谁帮老师 这句话其实很值得研究 就是一个老师遇到小孩跟你说 我被侵害了 你帮我 当时老师的反应却是 老师帮你谁帮老师 一个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压力 认为自己如果去跟长官讲这件事 或要求学校处理 会被不好的对待 会认为自己需要被帮忙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体制 让我们的老师觉得 要去帮忙学生是那么困难 而且帮忙学生会找来麻烦 我们是怎么对待愿意帮忙学生的老师 才会让老师有这种反应 所以这有个体制文化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曾经听到包含老师自己讲 以及或者是特教学者讲出来的 他们会说 这些小孩就是这样啊 他们的感觉跟我们一般人可能不见得一样 你们以为痛苦的 他们可能觉得很快乐 甚至有申辅员 就是已经离职申辅员 在我们的 我们现在有沉默的脸书粉丝页嘛 他流话说 这些小孩认为自己在上天堂啊 就是他们心里面认为说 也许他们的性需求不一样啊 也许他们的感受不一样啊 所以他们才会这样 这么多的性游戏 这么多互相的 不管是有猥争的或是口交的或是性侵的 那这个是什么意味 这意味表示说 他们将这群接受特殊教育的小孩 切割成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外的另外一群特殊人种 然后这群特殊人种呢 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游戏 这个特殊人种他们就是有这个毛病 这个特殊人种呢 他们就是你以为是痛苦的是性侵的 他不见得这么觉得 他们说不定是自己要的 也就是这代表着我们对孩子有一定的成见 而且这里头是包含歧视 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听到连特教 而且那特教学者 他是培训特教老师的 当我们听到一个特教学者说 他们可能感觉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一方面是被震折到 因为想说难怪这么多特教体系里头老师 会觉得他们本来就这样 一旦他认为他们本来就这样 他根本没有那种意图或动力 觉得我应该要处理 我应该要照顾 我应该要协助 他把它特殊化了 那我觉得这是几种可能的状况跟原因 那当然如果这个体制 不鼓励老师多协助学生 甚至如果曾经有老师 他愿意帮学生而遭到比较辛苦的 就是要比较负面的对待的话 其实会让一般老师会知道说 原来学校不想碰麻烦事 原来学校不想要处理 有两个非常重要一个原因 一个就是这个老师的本身 或者他可能遭遇到某种的这种限制 而他不敢去协助 或是协助之后 他可能会遭到某种的这种层出 所以他才会跟学生这样子讲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些所谓的特教老师的眼光里面 或许 或许 他们对这群人事实上是另眼相看的 那讲如说这个所谓的另眼相看的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或是他真实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问题是有人提出他是被性侵的 那他表示他是不舒服的 他是不愿意的嘛 对不对 他已经不是在那种特殊的状况 或是你情我愿的情况之下 难道提出来性侵也没有办法处理 或是不愿意去处理吗 我觉得这里头还牵扯到一个 我们对于性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处理校园 校园申诉案里头 处理到性侵案的部分 不止这个南部特教学校的性侵案 我们曾经处理台中市的某国校 也曾经处理南部的几个高工跟高职 里面都发生他是老师性侵学生 那学校里头的处理方式 是他们竟然可以不解聘这个老师 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教评会的决策是说 虽然他们已经确定这个老师有猥亵学生 或是老师有性侵学生 但他们仍然觉得这个老师只要停聘 或者是暂时请病假就好 将来可以继续当老师 我觉得这基本上有一个 彼此维护的心态在里头作祟 但同时也包含着一个心理 就是说他们对于那些被性侵的受害者 有一个隐约的责怪意味在里面 就是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去 就是那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学生 这个是很微妙的 梗在我们很多人心中 在面对性侵案的时候的态度 跟会作用的意识 可是梗是自己有问题的意思吗 对 自己有问题怎么可以去怪 这不是别人的问题 自己要自我检讨吗 他就会把一部分责任放到受害者身上 而不是把责任放到加害者 跟整个体制的思考上头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反应模式 就是我们在看几个 校园心心案有看到的一些 虽然我们整个社会在诉求 在一些议题上面要进步 包括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推动等等 但是我们三号在性的议题上面的思考 仍然不是够真正开放的 我们没有真正去体会一个小孩 在面对性侵害的 我们要去疼惜他跟照顾他的部分 我们还是有三号把一个受害者 当成一个要负责任的一部分 一部分责任的人 当你心中存了这个的时候 又加上你要维护体制的原有稳定度 你就会把大部分责任放到 这个受害者身上 而不是那个加害者 这边其实透露出一个 在整个教育体制 不管是台湾 或在一个华人教育体制的 一个文化上面的问题 其实例如说 你刚刚谈到一种所谓 对体制的维护 或者是对于性的这种看法上面 事实上都会觉得一旦有性侵 其实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 你自己为什么要穿短裙 为什么要穿得那么暴露 或者是你自己有问题 这种所谓在性别文化上面 一种非常严重的 一种所谓的歧视上面的一个问题 或是没有针究的责任的本身 不过这事情也被揭露 也被爆开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相关的主管机关 他到底是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就是说教育部 或其他的地方的教育局 等等的官员 你们是跟他们怎么互动的 然后他们的回应又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 再来讨论你们这个话 我们来看看 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館長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中正大學精神經事廣播電台 還有包括公視新聞引體中心 PNN公平行動影記錄資料庫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直播的一個視訊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晚上的10點 在中正大學FM880的頻道當中 我們可以聽到整體的燦爛時光的節目 包括所謂的公民行動影記錄庫 所提供的社會運動的消息 當然我們在這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網站 我們會直播參與時光會客室這個單元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單元 透過這樣的一個節目 讓大家去了解台灣社會運動 背後一些更深層的一些問題 我們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要去看它背後的這個門道 今天我們跟他談的也是一個非常長期 關心台灣教育的一個團體人本教育基金會 這個問題其實從2006年就已經存在 但是到了2011年2010年 其實還一樣在犯了錢 那個問題 這個性侵的問題也累積越來越多 更看到的是 整個學校的這個系統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不只是無能 甚至是在回避應該相關的責任了 可是我們回到 學校畢竟他還是有他的主管機關 地方的教育局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全國性的 這個所謂的教育機構教育部 我不曉得你們是不是跟這些團體這些單位有些接觸 他們接觸之後 你們接觸之後 他們的反應又是什麼 其實這個案子從一開始我們就不斷的跟 教育部相關單位接觸 包括當時叫中部辦公室 現在是國前署 我叫國教署 那他們一向都是 就是反應模式就是說 有人提出來了 我們看起來仿佛要做某些改進 但我永遠在應付你外面的火力 怎麼說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開記者會 所以我們的要求就是希望可以 能夠由專家團隊來協助學校整體改善 我們剛才前面所談的 當然是從個案在談說有這麼多個案 但我們不覺得說只是處理個別個案的問題 是你整體的學校裡面的 提供給孩子的特教的教育 整體怎麼提升 整體怎麼改變 比如說老師如何重新學會 當小孩碰到困難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幫他 我有哪些資源可以協助等等 以及就是 這所學校裡頭有 因為當時我們處理的這幾個案子 大部分都是聽障的學生 可是這學校有非常多老師是不會手語的 也就是他們跟孩子的溝通是有問題的 那是不是我們要整體要改變 以及學校的基本的安全地圖也要處理 或者是說 如果說我們在 在整個對教育的意識上是不夠 就是沒有去掉我們歧視跟偏見的這個 潛在影響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真正提供 好的特殊教育 那這整個是整體團隊要改變的事情 就是整體教育的 體制的改革 但是教育部始終不碰這件事 就是我們當時提出來說 處理個案這是一件事 懲處 懲處就是懲處 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 我們當然覺得懲處是必要的 因為這個 才能夠有一個明確的行政 行政的負責任 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真正體質的改變 但教育部是在 在百般壓力之下 才做出對人員的懲處 之後就再也不提我們所說的那個 整體教育必須改變的問題 而且他們 原來我們是要求要有專家團隊去協助學校 後來教育部就為了應付你 因為當時輿論壓力也不小 他為了應付你 他就弄了一個專家諮詢小組 再去一趟學校 然後被關在會議室裡面 連小孩都碰不到 也就是我們的官僚體系 他習慣用應付你的方式 只要你聲音不夠大 我就避風頭 我避完風頭之後 我就不再去整體的做體質的改變 但是這個案子一出來 你看128件到後來的176件 它代表整體體質必須要改善 教育部連做全面調查都沒有 事實上在國外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我想想看是夏威夷州的那一件還是 夏威夷州那一件 當他的特教學校發生了 他裡頭也是有身對身又有室對身 當他發生了事件之後 他是做整體的全國的特教學校的檢視 這是個基本動作吧 尤其這是住宿學校嘛 很多時候是發生在住宿的一些狀況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做整個提升 你必須要能夠進行整體的檢視 你有檢視才能夠 進一步去提出改善的計劃 但教育部從來沒有做這件事情 而直到被監察院彈劾了 被彈劾了之後 他們已經行政寄過過了 然後把這些人員送到工程會 那工程會 經常就彈劾了16人嘛 那工程會當然 通常會當然是輕輕 輕輕放下啦 他並沒有做更進一步的懲處 所以也沒有怎麼樣 所以很多裡頭的人都會覺得說 我即使是現在看起來被人本逼得很近 那只要教育部沒有真的要幹嘛 我只要避過風頭就好了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們仍然覺得必須要 設法把它寫成一本書 然後要有機會繼續辦座談 有機會發動一些連署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沒有辦法去靠 呼喚我們的政府做事情 我們必須要靠 有很多社會上的人 他因為知道這個事情的不公道之處 他們因為體會到特教生的處境 需要被協助 他們因為願意去關心特殊教育 願意我們這個社會 要提升特殊教育 要有這樣的輿論壓力出來 我們的教育部才會真的往前進一小步 剛剛喬蘭也特別談到說 在監察院其實也彈劾了16人 並且把所謂的私職人員 受到工程會去進行 可是調查之後 其實有4名的教育部的官員 是不接受懲戒 學校有10人 分別有14個人受到降級 6個人 所謂的製作處分 當然工程會或是監察院 他也提到說 以後每個月都要去了解 這個學校的性評改善的措施 後來這些你剛談到後面的措施很重要 到底他這個落實是怎麼樣 而且這也是所謂的相關的主管機關 也都訂出來的這些所謂的規則 那實際有落實嗎 或是他後來有真正做什麼樣的改善嗎 2011年9月21號 我們揭發了這個事情之後 剛才我提到教育部組了一個 一禮拜只去一次的 輔資小組 而且被關在會議室裡面的那個 然後在2012年的1月 這個學校就被附屬給台南大學了 那以附屬給台南大學之後 教育部就覺得這是大學的事情了 剛剛前面所提的那個所謂的 福資小組也突然無疾而終 就消失了嗎 就消失了 那些小組裡頭的委員 是沒有接到任何正式通知 然後就這個小組就不見了 因為教育部組已經附屬給 給那個 台南大學了 那後來是經過這幾年 我們因為同時還進行了國家賠償的訴訟 同時有堅強的彈劾 同時我們開了好幾次記者會追說 重要的事情是 整個特教的環境必須提升等等 終於在 大大整個整體的壓力之下 在今年的 直到2014年 就今年的 5月底的立法院的 就是 那時候還是蔣部長 蔣部長在接受質詢的時候 後來才終於在壓力之下 他們做了一個附帶決議 組了一個新的輔導小組 學校當中去協助 那這個新的輔導小組的人選 都是特別去邀請的 都是一些專家學者 裡頭有一些有相當經驗的人 那這個輔導小組是真正進到學校去 有機會真的協助的小組 等於從 從2011年開啟會到現在 直到2014年 等於是他們是經 這個學期才進去 也就是才沒有幾個月的時間 真正的協助才沒有幾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還不確定 整個的所謂的輔導成效如何 但是據我所知 以前 另外一所學校也發生類似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 讓整個事情改變 讓老師的教學方式改變 讓整個學校變成是一個零通報的學校 是至少要花三年的時間 所以 當然我們可以說交易不延遲了太久了 就是我們從2011年到現在 2014年已經將近要三年了 如果當時他們願意 就好好的做事情 我們說不定已經讓很多小孩子享受到比較好的教育 但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官員 始終不願意真正的投入資源進去 也許他們覺得一旦投入就表達 好像在認錯的樣子 他們可能不願意認錯 說不定 不確定 但總之到了今年 這個學期才終於有機會 進到學校去 能夠做比較確實的協助 那我們也希望事情真的可以有一些改變 但目前這所學校的學生 已經只剩下170多人了 也就是 離開了蠻多小孩 對 我們可以看到 某種程度上面也是亡羽補牢 但是有做總比沒有做好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邊有100多個這些小孩 這些孩子們 他們現在狀況怎麼樣 有相關的協助他們嗎 或是輔導他們嗎 畢竟對他們講 恐怕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吧 目前人本教育基因會能夠介入的 機會不太多 自從我們開始打國家賠償的訴訟等等 我們曾經還 被學校拒絕在校門口 就是 當 當我們在協助的一個小孩 他被學校找回去開一個會的時候 那學校特別要求說 必須要人本的人不在場 他們才願意跟小孩談 當時小孩的 的家人覺得說 因為他們 蠻希望跟學校有機會談的 所以 我們變成沒有機會進到學校去 後來才知道 他們為什麼不讓人本在現場 他們那一場會是要 是要讓小孩轉學 他們用的方式是跟小孩說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事情 我們已經換了三個校長 你覺得你在這裡這樣好嗎 他們甚至還跟小孩說 現在很多人都轉走囉 你們班現在 現在你們那個班八個人 有七個是 以前跟你有過一些關係的 就是曾經侵害過你的人喔 你覺得你這樣可以待得下去嗎 這不是一個孔課嗎 你就用這個方式跟小孩講話 然後那個小孩就 就真的轉學了 所以他們是 用 就是 當 從那一次之後 我們就幾乎沒有機會可以進到學校去 然後 也沒有機會協助到其中某些小孩 因為 就是整個封閉起來 那我現在是非常的 即使不是我們 我們當時也不覺得 專家團隊一定要靠人本 我們當時 是覺得說有很多 特教界的專家 輔導界的專家 包括 師大特教系 或張師大輔導系 他們都很多 很多學者是很願意 扎扎實實的做事的人 那現在有一些人是有在這個小組當中的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 也許這個小組有一定的累積的時候有機會能夠讓社會大眾了解 那個進展是如何 這是我們希望說有機會可以再進一步了解的 但是 同時 以人本目前在進行的 我們是在進行 一些相關責任的追究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說 雖然偵察院已經彈劾了16個人 那 這是否因為彈劾他就能夠明白說他錯在哪裡 以及就是說 當 當國家賠償 目前我們進行的五件國家賠償的訴訟 有四件已經成立了 那我們認為這個國家賠償 由國家所出的錢 應該這些 曾經被彈劾的人也要付相當的責任 這才是真正的追究責任 那這也是目前我們正在 努力的事情 也就是能夠 我們覺得有個體制要改革 但是必須要讓在體制當中 人也有所覺醒 人有覺醒 人有思考 人的想法有突破 那他才能夠永續的 提供好的教育給小孩 這是我們也期待的 就像剛剛喬蘭特別談到了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在整個我們節目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這也是值得我們再去思考 再去深思再去反省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造成了非常多人的傷害 不只是小孩子的本身 包括家長 是整個社會裡面對所有特教體系的信任感 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迫害 除了 造成的這些傷害之外 該追究也要去追究 我們也應該持續去關心這個議題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這一個問題的話 其實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呢 我相信是一個很好 我們可以繼續延伸去閱讀 去理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管道 那最後我想要請教喬蘭 如果我們除了這支本書之外 我們想對這些議題有更多的了解 或者是說 當時有孩子也在這樣一個 學校裡面類似的環境當中 我們可以怎麼辦呢 如果有朋友想要再進一步的了解 整個事情的始末 或者我們目前的進展 現在有在網路上有幾個 一個是在臉書上有個粉絲頁 就是沉默的粉絲頁 這個各位可以follow 那相關的新的進展 我們都會在上頭有訊息 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個蠻熱心的朋友 他是看了 他就是看了沉默這本書 他覺得這個事情應該要更多人了解 所以他在網路上弄了一個 不再沉默的一個網頁 那個網頁把整個事件整理得 非常的 很容易看到 我們整個梗界跟那個脈絡是怎麼一回事 那各位可以參考這個 網路上面的訊息 那另外如果說 有些人是有切身的相關的事情 需要了解或詢問 我們是非常歡迎各位可以直接跟 人民交易經費聯繫 可以直接打我們的電話 或寫email給我們 因為如果是個人切身 可能我們需要有些 個別的狀況的了解 比較知道如何協助 那至於整體教育的進展 這個確實是需要大家先持續的關注 所以在我們的臉書頁上會有一些 如何去協助或如何關注的方式 包括我們參與這個 要求究責徹底的臉書 也都歡迎大家可以加入 今天非常謝謝喬蘭告訴我們這麼重要 這麼嚴重的一件事情 我們當然希望在這次事件之後 這個社會可以記取教訓 也可以有更深刻的反省 也讓這樣一個教育體制 不管是這個制度的部分 或是人跟人的關係能更好 今天非常謝謝喬蘭 我們下禮拜共同再會 謝謝拜拜 謝謝 我的愛 會給你個擁抱 抬起頭 感受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